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需要通关密语 不需要口罩遮住半脸的诡异方式 官方正式支援 想要了解iPhone iOS最新消息都在 iOS 15.4测试版新功能介绍 iOS 15.4测试版正式推出 有关于测试版是在正式版之前 先行给使用者测试用 相较于正式版 测试版通常比较会有问题 所以不建议一般使用者下载使用 本频道绘整的网络上许多资讯 将这些资讯整理在这个影片里头 让大家知道iOS 15.4将会有什么值得期待的新功能 首先第一个就是大家引谨期盼的 戴口罩解锁官方正式版 好 现在来测试戴口罩解锁 首先要先设定戴口罩解锁的Face ID 到设定 选择Face ID与密码 输入密码 往下滑 这边就多出一个新功能 叫使用口罩Face ID 那它在这里有说明 使用戴口罩Face ID的时候 你的iPhone必须要能够辨识眼睛周围区域 独特的特征来辨识 你戴口罩的时候必须要注视着你Face ID 你的iPhone才能使用 也由于这个因素 如果您戴口罩的时候 又加上戴太阳眼镜 由于眼睛没办法辨识 将会无法戴口罩解锁 这是这个功能的一个使用上的限制 那我现在把它开启 开启之后就可以设定 在这里就要设定Face ID 如果您有戴眼镜的话 在下面这边还可以加入戴眼镜的容貌 好 点选 这时候就戴着眼镜来设定Face ID 好 完成设定 这时候它也会自动开启Face ID时 要注视萤幕 以提高准确度 也就是这里所描述的 那在这边有加入戴眼镜的容貌 我刚才已经加入了 如果还没的话 可以也在这里设定 测试 我现在把手机关机 我要准备戴上我的口罩 我现在口罩已经戴上去了 好 现在开机 我现在不看我的iPhone 所以它现在是有上锁的情况 我把我的Apple Watch拿掉了 并不会使用Apple Watch来开启 那现在我来试看看 好 它现在要求Face ID 好 成功 其实蛮准确而且蛮快速的 它整个反应让我觉得 几乎不到一秒的时间 就成功的开启 我现在是在戴口罩的情况下 另外我要做测试的是 如果我付款的话 可不可以使用戴口罩的时候 解锁 我现在开启我的钱包 我来试看看Face ID 我现在先刻意的 到输入密码的画面 好 我现在来用Face ID 好 它就成功了 在输入密码的画面的时候 我把我的脸靠近 它就自动的开启了电子钱包的功能 所以付款也是可以 所以戴口罩解锁这个功能 非常的成功 个人觉得虽然是测试版 也非常的顺 那再次强调测试版 或许会有一些问题 如果你会担心 请等到正式版之后再使用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更新 是捷径 各位在使用捷径的时候 常常会遇到一个很大的困扰 就是它会不断的通知 不断的通知 现在捷径提供的关起通知的功能 举例来说 我现在到捷径 我在捷径里头 有一个功能 是在任何闹钟停止的时候 会去执行早上好的捷径 有关于早上好的捷径 在iOS大补帖的影片里头有介绍 如果你对这个捷径有兴趣 欢迎去看那个影片 以前在执行这个捷径的时候 它都会跳出一个通知的讯息 现在iOS15.4测试版里头 多出了这一个功能 叫做Notify when run 这个功能就是 不会去跑出老人的通知资讯 我现在先做个示范 我现在设定了一个闹钟 这个闹钟结束了之后 会去执行早上好的捷径 我现在关起这个闹钟 它就会跳出一个捷径的执行通知 现在iOS15.4测试版里头 多出了这个功能 我点选之后 Notify when run 这个功能可以取消 这样子我们再试看看 有什么样的差异 同样的我来执行这一个自动化操作 好更改完设定之后 我设定了闹钟 待会闹钟结束之后 会去执行捷径 我们来看这一次有什么变化 好关闭闹钟 这样的效果非常的好 这个功能个人是觉得非常的不错 因为捷径在本频道有很多很多的秘迹 能够让我们关起来这个捷径的通知的话 将会对使用捷径上会更便利 好这是第二个非常棒的更新的功能 个人非常喜欢 另外其他的功能还包括通用控制 Universal Control 这个功能 这个功能其实在去年的iOS15 发表的时候有提到 一直延宕到iOS15.4 才正式要推出 这个功能主要是应用在多设备的情况下 如果你有苹果的笔记型电脑 桌上型电脑以及iPad的话 这时候你可以使用巧控键盘 Magic Keyboard 以及巧控板 Magic Trackpad 来控制两个设备 这种多重设备 但却只有单一键盘 及巧控板的情况 就叫做Universal Control 通用控制 另外一个其他的更新就是 表情符号 有些表情符号蛮有趣的 其中也加了一些手势的图示 另外各位如果有在使用iCloud Keychain 来储存密码钥匙锁的话 这里也有更新 这边有提供更新 可以让你在你的密码锁里头 增加注解的功能 让你的密码有额外的资讯来解释这个密码的内容 下一个更新是同波共享 SharePlay 之前在iOS15.1的时候 有新增一个同波共享 当使用Facetime时 可以共享萤幕 现在iOS15.4 可以共享音乐以及影集 比如说我现在到Apple TV 在影集里头 你可以跟好朋友 在Facetime同时观赏这个影集 比如说我在这里点选这一个 在右边就会有个分享按钮 按下去之后呢 在这里就会多出一个 同波共享的分享键 所以当你使用Facetime的时候 你就可以跟你朋友一起看这个影片 音乐也可以 点选音乐 在音乐里头 按下三个小点点按钮 在这边就会有多出一个同波共享的按钮 你如果按下去的话 你就可以跟朋友一起在Facetime的时候 共同分享音乐 接下来的更新是小工具 苹果新增了一个小工具 如果你有使用Apple Card的话 它就会显示你每个月 每天所消费的金额 按住主画面不放 点选加的按钮 这里就多出了一个叫Apple Card 那如果你有使用的话 它就可以加入到小工具里头 最后一个小更新 是到设定 辅助使用 这里有AirPods 它的小图示 有做了些微的更改 IOS 15.4更新的内容非常多 值得期待正式版的到来 好的 以上就是IOS 15.4测试版的新功能完整介绍 必须要强调的是 这里所介绍的都是测试版 到时候正式版或许还会有一些修改 或者是新增 那本频道都会提供资讯给各位知道 那有关于正式版发布的时机 通常都必须要等大约一个月的时间 一旦有正式版的消息发布 本频道会立刻做影片来介绍 让大家得到最新资讯 如果你要了解最新的IOS资讯的话 欢迎订阅本频道 你的订阅就是本频道进步的动力 感谢您的支持 下一集再见 拜拜